总统蔡英文提名监察院第六届监察委员破折不断 现实被爆出原定副院长人选是国民党籍台东县前县长黄建廷 搞得朝野大反弹 让总统府提名几车会荆棘喊咖 最后黄建廷也黯然宣布退出提名 而曾被弹劾的水利书前书长陈申贤 名列监察委员同样引发争议 最后也发声明退出提名 风扑过后 22号总统府终于开记者会 介绍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 并宣布由总统府前秘书长陈菊 担任监察院长 兼任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 监察院的工作必须超越党派 超然公正来行使之情 所以我在这里很清楚地宣布 我们我会辞去所有政党的职务 退出政党 包括任何政党的活动 而对于黄建廷陈申贤管谢提名 总统府秘书长苏佳全人表示 感谢他们当初愿意超越党派 为思考希望能够涵盖多元领域 并且兼容多元的意见 来化解台湾社会的对立 因此这两位被提名人的疑缺 我们暂时保留 不过媒体三度提问 何时会在提名副院长苏佳全都不愿松口 是说在适当时机能够跨越党派 化解对立的人选出现 总统就会见嫌提名 而检察院人士咨文送到立法院后 民进党团也会提议召开临时会 处理检察院人士同意全案 并由立法院长游锡坤召集朝野协商 确定举行临时会的日期 政治中心台北报道